第四题 有关聚合物的性质下列叙述何者错误 A 子类不属于有机聚合物 这个是对的 聚子才是聚合物 子类本身不是聚合物 聚合物又称为高分子化合物 所以它的分子量是很大的 所以选项C是对的 医料纤维是常见的有机聚合物 这也是对的 那么衣服都是要有医料 都是要有纤维做的 而纤维通通都是聚合物 那么选项株是对的 而我们说 我们的聚合物的分子量很大 都要在1万以上 而我们的有机化物中常见的元素 碳氢氧氧氮 它的原子量都在20 就像加上硫也大概32而已 所以 要在1万以上 表示它必须要有300个以上的原子 它才能够在分子量在1万以上 所以选项B说 一般有机聚合物所含的原子数 约在100个以下是错的 第四题 我们说 下列叙述何者错误 我们答案选的是B 一般有机聚合物所含的原子数 约在100个以下 7月1万以上 收到1万以上